五月末 天气越来越热 一同热起来的还有岛内选举 很多人印象中 好像台湾刚刚才选举完 怎么又开始选了 这是因为 岛内县市长选举和省长选举是交错进行的 你印象中的选举是2018年底的九合一选举 现在热闹起来的是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每隔两年就能赶上一场 而且选前还得准备个一年半载甚至更久 所以看起来 台湾好像每时每刻都在选举 省城选举热闹多 参选人 参选团队 媒体鸣嘴都格外亢奋 不过看得久了 看得多了 你会发现亮点并不多 要点和草点倒成了主流 审美疲劳大概是每个关注台海时事网友的终极宿命 不过 这个5月 事情渐渐有了新变化 继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之后 台湾新党主席 新中华儿女学会荣誉理事长郁慕明 作为台湾第二个代表团登陆 与大陆方面就两岸关系与民族复兴展开两岸协商对话 两岸协商对话热起来了 洪秀柱登陆之时 大陆媒体予以高度关注 大陆网友也极为振奋和激动 郁慕明的到来 同样享有这样的礼遇 不少网友在评论中写道欢迎回家 有骨气的中国人 支持新党 有网友甚至提到了名垂青史的字眼 名垂青史的形容夸张嘛 乍听有些突然 仔细想来 却格外有理 香港中评社快评指出 郁慕明今次登陆 展现了乱局中的定力 以及对历史负责的精神 洪秀柱 郁慕明以及未来即将登陆参与两岸协商对话的台湾代表们 可以负责任地说 你们正在创造历史 最黑暗的时刻不是深夜 而是拂晓 郁慕明一行目两岸未来光明前景而来 但航前 其本人和新党却遭遇了民进党当局的极致黑暗 郁慕明被威胁可处五年徒刑 新党则遭到解散威胁 对此 郁慕明直接反呛你恐吓我什么东西呢 你有公权力没错 但我只是反映人民的心声 威胁和恐吓并不能阻挡历史前进的脚步 反而散发出胆怯 心虚和前驴技穷的无奈 民进党的阻挠加倍 正是两岸协商对话升温 统一进程推进的最好证明 中评社评论指出 我们注意到 自今年1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40周年重要讲话中倡议探索 两制台湾方案 丰富和平统一实践后 探索两制台湾方案 已经成为近半年来两岸关系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探讨的广度 深度都在发展 在台湾 两制台湾方案也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越来越多人开始研消思考相关问题 正面探索两制台湾方案的专家学者也越来越多 5月26日下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会见了 玉木铭率领的台湾各界人士代表团 玉木铭表示 身为中华儿女 将一如既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与洪秀柱 玉木铭等积极参与两岸协商对话的台湾代表比起来 不管是只要和平不要统一的独台派 还是和平统一一个都不要的台独派 都将被历史大潮所抛弃 和平统一是最好的选项 如果不能兼得 那被删掉的 绝对不是统一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